好啦 那我們回答兩題有關匯控 匯控近日都有朋友問 是的 Alan先的 5號仔短線再上的空間有多少呢? 他說他追不及 不明白的 第二個朋友就是徐高 他就說49.4就入了小量貨 現水平就再加小注 是不是可以呢? 他說有沒有看到60元呢? 你49元買 我覺得因為已經是高追了 你說是不是建議你再加 如果你問我 我就未必會 我反而試試會不會推銷一下上落呢? 因為你說你不是41.2那些買 我想那個又會虧張少少 你說匯控是厲害的 天時地利人和都是利好的 但是來到這些位置 你說已經債息夾到1.8厘 已經開始沒有什麼特別反應了 那會不會有少許調整呢? 我想這個你要留意一下 還有我想給大家一個消息 因為應該今星期五開始 美股的銀行股就會出業績了 我想那時候應該會對匯控有個刺激作用 你看到時那一刻會不會再… 我看到觀眾問是否看多少 那一刻會不會打到到55-60那些位置 因為之前在2019年到2020年 那裡有個環境 大概是55-60的水平 那是否有機會到到那些位置 還是那些位置會倒頭呢? 我想那些位置都很關鍵 因為那些蟹貨都不少 所以我覺得因為債息夾匯控的力量 我想用得七七八八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不要說這麼紅心裝置 一定要匯豐會再夾多高 這個要看 大家都很關注它會不會去到60元 我們每天都有不同的朋友 是的